瓷器收藏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艺术 除了通过阅读书籍 参加拍卖会和展览等方式进行学习外 到瓷器制造的地方进行学习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首先 到瓷器制造的地方进行学习 可以直观地了解瓷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 例如 到景德镇 乳州 宜兴等瓷器产区进行实地考察和体验 可以了解当地的瓷器制作工艺和窑口特点 进一步了解瓷器的制作过程和技术特点 其次 到瓷器制造的地方进行学习 还可以了解瓷器的历史和文化 例如 到景德镇进行考察 可以了解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和发展 同时 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瓷器文化的渊源 此外 到瓷器制造的地方进行学习 还可以建立一个交流网络 通过与当地的瓷器制作工艺大师 瓷器收藏家 和其他瓷器爱好者进行交流和学习 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深入了解瓷器制作和收藏的技巧和经验 总之 到瓷器制造的地方进行学习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瓷器制作和收藏的途径 通过实地考察和体验 了解瓷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 了解瓷器的历史和文化 建立交流网络 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瓷器收藏水平和价值 是一种很好的解瓷器